LMX 夏季聯賽最後倒數階段 自由賽門票大熱門 學弟想盡辦法贏學長 Team Mix 終於開湖成功 HKE 臉都綠了 有玩過桌遊不稀奇 你有玩過浮空投影桌遊嗎 鬥陣特工新戰隊成立 裡面成員居然有失智老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Carry Me 我是JoJo 今天一樣要先帶大家來看到LMX第六週的戰報 沒有時間follow到每一場比賽嗎 沒有關係 博士電玩台的電玩Carry Me 會為大家整理每一場的精彩回顧 帶大家一起跟上LMX的最新動態 第一場先由學弟M17對上學長J-Team 學弟會把握機會純勝追擊嗎 還是學長會毫不留情的拿下勝場呢 第一場先由M17挑戰大魔王J-Team 開局雙方互換上下共四座外塔 但角色選擇問題 J-Team後續選擇控線 但代價就是野區不斷被入侵 並控制了視野 而擁有視野優勢的M17 選擇不斷進攻中路 並逮到兩次開戰的機會 成功拿下兩顆人頭 內外塔自4000的經濟優勢 終極後M17幾波嘗試硬開未果 還被J-Team靠著反打拿回一些人頭 導致M17無法拉開經濟差距 只能陷入僵局的局面 比賽來到35分 雙方終於在紫方紅區爆發關鍵會戰 一開始先由M17場市入侵 但J-Team抓到機會反打 連拿兩顆人頭 導致M17僅剩的三名成員 已經完全無力阻止J-Team入手巴龍與遠古巨龍 J-Team靠著這波反打 直接讓M17前面的優勢完全化為烏有 最後這局就在J-Team靠著優勢 連拔對手中下兩路兵營 再度拿下復活的巴龍 並成功於會戰打出林幻茨的戰果後 直接踏上M17高地順利拿下這局 GAME2雙方前騎平等 不換三塔 沒有爆發太多戰士 導致經濟一路持平到20分 差別只有J-Team掌控所有小龍 而M17則是選擇農兵 企圖將局面拖延到選用凱特琳的敵 成為完全體 29分 J-Team終於抓到機會 與紫方紅區拿到首殺 並順利入手巴龍BUFF 打破近半小時的僵局 差一點點 大絕 大絕又差一點點 沒事這邊可以打 打巴龍 該打該打 這種假開巴龍 就是上一場 M17在這個位置應該要做的就是 對 因為其實他們就看一下 然後再抓機會 看起來的話M17要來做一波 嘗試切牌 雲泉先打在傑克身上 但巴龍被Riverne給拿走側面 一個踏步往前 凱特琳的無敵要放下來了 但是這個炸彈是頂在了摩擬頭 差一點點摩擬就要倒下 往白身手一射沒有人幫打 狙擊射掉了摩擬 哇 剛剛必須得說 Apex這個 接下來J-Team靠BUFF 推光所有M17 剩下的內塔 與上路水晶兵營 終於把經濟拉開到7000 直接把M17的人彈到破掉 而且這個高地看起來 也是要讓J-Team一舉拿下 皮皮亮了 瘋瘋趕得過來 跟隊友會合 五個人連續的抱團 直接把上路的高地拿到手 連兵營都難掉的話 回補後 還利用分推摸掉了下路水晶兵營 幾乎抵定了這場的結果 最後這場 就在J-Team再度拿下復活的巴龍 並順勢吃掉了遠古巨龍後 以絕對的優勢大體入侵 拔光M17所有兵塔 成功拿下第二場勝利 M17還是沒有把握好機會 讓J-Team穩住局面 並拿下勝場 好可惜喔 下次再接再厲囉 後面我們要來看看 MSE與閃電狼的對決 究竟誰會勝出呢 我們快來看看這場精彩的比賽 第一場秘密蛋前期 在上路失誤送了首殺 讓MSE馬上轉點無損 拿下第一條小龍 不過Karsa與Maple 在中路連續發動兩波成功的攻勢 拿下共四顆人頭 加上連把中下外塔 讓閃電狼開始掌控MSE的野區視野 中期雙方不斷交火 閃電狼靠著視野優勢不斷開戰 雖然MSE反打也有拿下一些擊殺 但還是無法阻止閃電狼拉開經濟差距 34分 閃電狼抓到時間差 果斷開吃巴龍 並順利得手 MSE雖然有意識前來防守 但也只能打出一換一的戰果 此時雙方的經濟差距已經拉開到7000 這隊原本就握有主動權的閃電狼來說 已經是必勝的局面 42分 閃電狼搶開復活的巴龍 但烏拉拉成功搶到BUFF 並反推了閃電狼的中路高地塔 可惜後續處理不夠細膩 又被閃電狼打出零換四 由於復活時間已經過長 因此最後就由閃電狼 直接踏上MSE高地順利拿下這局 剩死了布朗舞 一名彈 一個推 一個 有點危險 滅火這邊在持續做追擊科技的GMA 帕布出來之後 只擦滿了死期也倒 GAME2閃電狼前期失誤過多 讓MSE掌握不少機會打出擊殺 並取得塔數的領先 但是普攻的追掉蛇蛇 蛇這邊破獎劍雙殺 不過10分時 閃電狼又在中路抓到機會 讓MAPLE拿到雙殺 勒布朗開始起飛 絕對是MSE輸出點位的噩夢 進入中後期 雙方只要抓到機會 就直接硬開 剛開始MSE還能與閃電狼 大的你來我往 但後續MAPLE與NL傷害飆高後 MSE開始陷入不斷被對手 狙擊致死或被迫回補的體面 如此一來 MSE的視野等於全面落後 該隊已經無法發揮 強抓與Poke陣容的效果 29分 閃電狼再度於中路 找到機會抓掉吳拉拉 並順勢吃掉了巴龍 雖然MSE後續 也有收下一些人頭 但最後還是無法阻止 閃電狼利用BUFF4E分推 最後MSE選擇再下路強開 但經濟差距過大 導致MSE最後還是被閃電狼打出ACE 打下勝場 看來這邊是沒有要做防守的 攻擊閃電狼 這一邊持路了幾敗的MSE 對 那這樣子的話閃電狼 目前還是位居一個第二名的位置 MSE的進步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打出了令人驚艷的表現 但閃電狼的實力實在太堅強 MSE很難突破防線 攻破閃電狼的主堡 最後比賽還是由閃電狼載填三分 接下來XG與J-Team的對抗賽 XG要如何面對目前排名第一的 周董戰隊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 這場賽是由XG挑戰目前排名第一的J-Team開始 XG不斷推線試圖利用結局滾出雪球 或是拔掉外塔 但J-Team對應得宜 成功化解了XG的企圖 雙方陷入互農節奏後 局面就持平地進入了中後期 20分後 J-Team開始利用掉線與結局 不斷打塔拉開經濟 反觀XG不斷被牽制 陷入疲於防守的節奏 尤其是Fofo的邊線帶動XG 根本無人能擋 如此一來 所有的主動權都毫無懸念 落入J-Team手中 27分 J-Team與藍方紅區抓到機會開戰 經濟、裝備、魚等級的差距 讓J-Team無損地打出零換四的家機 並順帶拿下了中路水晶兵銀 與發龍Buff 金人一結束 只能交掉大絕 馬上死掉蘇皮開掉自己的大絕 波波還在往前追 哇這個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把右給收掉 然後地上交掉金人 蘇皮這邊大絕馬上要結束了 波波再繼續往前追擊 這一個傷害 回谷後 J-Team連發動兩波攻勢 直接碾上高麗 拔光了XG的上下兩路 快速的拿下這局 那要這個暈眩的時間 直接被收掉以後 蘇皮開啟的大絕想要往前追 SWAKO一瞬間進場 本來想要把自己的傷害 輸出在VP身上 完全沒有想到 當場被融化掉以後 自己的整個戰線 全部被收掉 只剩下VP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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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2 XG選了加速陣 企圖利用西韋爾的特性 搶先拔掉塔 滾出經濟優勢 但J-Team利用掉線與視野掌控 反而比對方更快的 拔光了所有的外塔 加上FOFO勒布朗發育優良 Reframe還不斷刷光地圖的野怪 XG開始陷入不斷側動推塔 但反被J-Team逼回家 進入終極後 J-Team開始掌握所有兵線的控制權 不斷利用131分推 讓XG疲力奔命 還得隨時小心 豐富的強勢開戰 25分 J-Team找到機會 殺掉了XG兩名成員 馬上果斷轉頭吃下巴龍 此時的經濟差距 已經來到了8000左右 他還在 或不是這邊被套了虛弱 剩下一點點血量 剩下一點點血量 陳柔太遠逃脫 但右這邊的爆炸球桶沒有辦法收到 而且反而是自己的位置有點危險 那可是剩下一點點血量 被奈德瑞拉到了雙殺以後 這一波的進攻 差距逆轉的機會 已經為乎極為 回補後 J-Team利用分推 同時間的把光了 差距所有的高地塔 並於會戰中打出零換四個成績 順利擊破主堡 拿下第二場的勝利 差距的經驗還是沒有J-Team來的老道 J-Team非常順利的 就拆光差距的家門 拿下兩場的勝利 差距要好好加油囉 我們先去廣告休息一下 等等回來下段節目中 我們要繼續第六週的 LMS戰報囉 不要轉胎 我們馬上回來